古时候迎亲定喜啊 我们都会找个专业人士 来和一下彼此之间的姻缘 我们最怕的就是彼此之间相克 而导致婚后无法和谐相处 在西安占星的论断中 我们关注的指标是 金星月亮和七宫 而在我国的论断体系中 我们还要加入木星 因为木星是碎星 它决定了两个人生肖之间的匹配度 那么这么多指标 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 如何判断呢 接下来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们两个人刚刚认识 首先要看的是你们两个人的金星状态 如果你们两个人金星 落在了同一个星座 或者是同一元素的星座 那么恭喜你们可以顺利的通过磨合期 如果说彼此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 或者已经准备谈婚论嫁了 这个时候要把重点的指标 放在木星和月亮上 木星配木星月亮配月亮 如果是同一星座 或者是同元素星座 或者是彼此之间呈90度的相位关系的星座 就是上等配 如果是对冲的星座 就是下等配 其他星座视为一般的匹配度 如果彼此之间是木星配月亮不配 那么就是利事业不利夫妻关系 而如果是月亮配木星不配 那么就是利夫妻关系 不利彼此之间的事业 如果你们是老夫老妻 或者是更为复杂的情感关系 还要加入七宫的判断 因为七宫中会包含你另一半的一些信息 如果说你七宫的状态和你真实的另一半的状态高度匹配的话 并且你们的木星还彼此相合 那么恭喜你 你们就是天长地久的姻缘 这个判断方法会非常的简单 对于占星小白而言也非常容易上手 并且准确度也会非常的高 但是更为精准的判断 则需要更加专业的占星知识才能够做到 好的 不穿越好 不穿越好